大家好,我是Tricia 歡迎收看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四凌晨英聯杯地三圈有多場好戲上演 當中利物浦會去主場迎戰里斯特城 利物浦正處於各項賽事六連線之中 加上之前三次正式比賽面對里斯特城都能夠贏球 狀態火熱的利物浦今仗應該很大機會入到第四圈 上季利物浦來說無疑是一個失敗的賽軌 歐冠聯紙報在16強輸在皇家馬德里的腳下 英超只能排第五的成績失去了參加今季的歐冠聯資格 而聯賽杯上足總杯上就是紙報在第四圈 好在經過一個夏天調整之後 利物浦是重拾狀態前六輪英超贏五場和一場 暫時在積分榜排第二 入了15球止失5球 攻防表現穩定 上季備受救病的紐尼斯現在已經融入到球隊 上將面對韋斯咸的聯賽上 正是他射入反超比分的一球 目前攻入三球英超入球的紐尼斯 亦與沙拉並列成為利物浦的頭號射手 今仗主場作致面對輪為英冠球隊的里斯特城 利物浦贏球應該沒有難度 至於另一邊 八輪取得21分 上季在英超降班的里斯特城在英冠可以說是超班 目前他們為列積分榜首位攻入14球失5球 攻擊力是英冠前列的水準 而仿先在英冠最佳 是24支球隊當中失球最少的隊伍 與大多數港班的球隊一樣 李斯特城今天流失了不少主力 但球隊亦因此獲得不少資金可以用在隱瞞上 前狼隊隊長高迪、前英格蘭國腳、雲克斯 他們來到球隊都令球隊的實力增加了不少 加上還有尼迪迪、達卡他們留守 所以里斯特城的實力沒有下滑太多 至少出戰 英冠是卓卓有魚 而回到英超就是他們今季的首要目標 既然重返英超是里斯特城賽季的主調 如果將過多精力投放在杯賽上顯然不理智 何況今將對手仍是苦主之一的利物浦 自從在2014賽季重返到英超 以至於上季港班 里斯特城當中一共與利物浦正式比賽交手20次 只取得5勝3和12虎 而且仍處於對賽三連敗 再加上現在球隊實力與以往不可以相提並論 所以里斯特城金將應該是冷記口望了